诸葛与我 人是你杀的 还来分钱吊丧 有意思吗 今天 是我一位故人的祭日 我不想被打扰 猫哭耗子 假慈悲 名门正派 都喜欢玩这套吗 你一身邪气 难道你是魔宗之人 诸葛与我 这么多年 你当真不认得我了 你这妖女 二十四年前将你封印在天狱 你居然还不思悔过 中原这么好玩 我可不舍得丢下你 这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 二十四年前 你们就已经败了 现在 居然还敢回到中原残害百姓 你们既有如此胆量 诸葛与我 自当奉陪 诶 别误会 今天的重头戏可不是我 是你另外一位老朋友 我鼠山正道 和妖魔 没有朋友可言 哈哈哈哈 等你见到他 你就知道了 公民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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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好 除恶就当诸首 十年生死量茫茫 不思量自难忘 师兄 你忘了我了吗 师弟 我一直以为 你已经死了 没错 上官仅我是和肃英一起死的 现在苟延残喘活下来的是 绿袍尊者 没想到二十四年 你已经堕落至此 堕落 就因为我当了神宗宗主 因为你滥杀无辜 残害苍生 没想到 赤魂师给你的魔性 居然这么深 你以为我今天变成这样 是赤魂师害的吗 都是你害的 你们又杀了我 神宗却救了我 现在还来跟我谈什么 正邪之分 你不觉得可笑吗 你们联手杀了肃英 现在却来祭拜他的衣冠中 就只为安自己的良心 你的所作所为 跟魔宗有什么区别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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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